因为感染 滞留在西双版纳露营地的第十天 早上醒来 发现已经九点多了 打开天窗 痊愈好几天了 还是有点乏力 不想起床 换好衣服 收拾一下床铺 去卫生间洗洗脸 两个星期没出门了 今天去这边的热带植物园逛逛 虽然没有胃口 为了身体健康 早餐也坚持吃点营养的 跟两个鸡蛋 虽然我是一个人 但女儿每天都会打电话来问候我的情况 前几天还收到了她寄来的朗迪高钙蛋白粉 她不仅含有84%的冻子物双蛋白 还添加了柠檬酸钙和护胶原蛋白胎 如果把身体比着一栋大牢 那钙就是钢筋 蛋白质就是水泥 搭配在一起才能更加稳固 靠别人永远都不如靠自己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靠房不如靠身体 过年回家把它送给父母 把爱和健康也带回家 在云南最不缺的就是天然热带植物 在2420平方的综科院植物园七花一炒中 没走几步就能遇见惊喜 就像生活中的我们 管它三高路远 勇敢的做自己 和别人不一样 也没关系 本人家本当好看的 爱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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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